老公我要吃你的龜 你像鞠躬都带7块匹包 好好吃喔 哦 我觉得我好像很高吃 台北的朋友觉得很便宜 人家太棒了 欢迎北部的朋友来 就会像 就是他们拆开都是不好的东西 就像 不要逼太多 我们今天来吃万克石锅 带我一个朋友来吃 从我开始拍台中美食之后 就有很多网友推荐我们就说 太浪怎么可能不知道万克石锅非常厉害 然后我想说 然后我就想说好 我就立刻打开就一吃就爱上 然后我跟老公自己也会来吃 朋友来聚餐室 我们也会来吃的一间火锅店 它這邊比較特別的是它有那個什麼 剝皮辣椒、燒酒雞 一些比較排味的一些火鍋 然後都非常好吃 我覺得很適合少人聚餐的時候 因為一人一鍋這樣子 好啦那我們現在在等待位 我們待會就去 就基本上呢 比較經典的就是石頭爆炒 應該有點像蛇耳鍋那樣 就是它會先炒過 然後再加湯 所以會比較香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就是它有一些燒酒雞 就是它會有整瓶酒跟麻油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做的是 一般的客座位 就是它不會有點火 如果你在吧台吃 就是整瓶酒下去 它會幫你點火 那如果你在一般座位 因為安全的考量 他們就是會幫你煮好再拿果來 所以如果你們是人少來吃 可以吃吧台 就可以欣賞那個點火 然後呢它比較特別 還有就是會有什麼 葛利絲瓜 然後魷魚螺肉蒜 波皮辣椒雞 之類那種就是很台式的 傳統的那種湯底 然後我覺得都蠻好喝 然後我今天呢 就是點一個經典的鍋 因為我之前吃過薄皮辣椒雞 燒酒雞 好像有吃過蒜頭雞 如果你愛吃蒜頭的人 你可以點那個 爆炒蒜頭烏骨雞 我跟你講 蒜頭控一定會發瘋 對 然後我們最愛跟我們吃飯的人 就是檢秋 檢秋今天就是又有跟來的 檢秋 再來一般用餐去吃的話 就是他們會處理完菜拿出來 看到的時候已經是 炒完然後加完湯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麻油炸蛋 可以直接吃 但是我們都會加到糖給你吃 或者是如果有人點燒酒雞 或是麻油雞 你可以直接丟到他們的湯裡面 然後煮一蘸它出來吃 麻油會不會更香 好啦 我要來吃了我的麻油炸蛋 喔 好香喔 它還吸到蒜頭香味 讓大家看 我朋友剛剛說 它的燒酒雞鍋 點太久了吧 我說對 忘記提醒你 它是純酒 就是不加水 它是直接放去炒完之後 它就把酒全部加下去 所以呢 如果你是開車騎車的人 我建議你不要點這個 因為酒架只是會被撤出來 可是你可以趁有酒的時候 涮一些肉 因為肉會被那個酒軟化 然後所有火鍋我覺得都一樣 就是萬變不理睛 你一定要趁它新鮮的時候先喝湯 最好喝的時候就先開始 而且只要加過湯 它味道就不會是最完美的 剛來的時候先不要急著煮東西 不要急著食用 就是我吃火鍋的那個小堅持 台中去美食那邊真的回憶 就很多個人都會講說 我上次有些生態來介紹什麼什麼什麼 真的蠻多人有去吃 然後take我說 他們是看了推薦才去吃 而且有很多台中人居然都沒吃過 但這間應該很多人吃過 因為萬客食鍋 我已經看過太多人打卡了 我那時候來吃 我都覺得太多人太落伍了 那你覺得它價格算貴嗎 我覺得它是 你覺得不貴 OK 台北人覺得很貴 因為我覺得它價格算是小貴 但是我們台北的朋友覺得很便宜 那太棒了 歡迎北部的朋友來這邊吃 老公魷魚肉蒜好吃 老公點頭 因為我們也沒點過魷魚肉蒜 然後之前有點過蛤蜊絲瓜 就它的味道算是比較尋常的味道 然後牛奶鍋 蠻濃郁好吃 可是牛奶鍋我覺得 不算太有特色 我個人最最推的還是 麻油雞系列 然後燒酒雞系列 跟什麼爆炒系列 我現在來試吃 你看它連那個雞上面都滿滿的蒜頭 然後來吃簡秋的蒜頭雞 我們的蒜味好濃郁很香 這個含牛奶我一定會點 就是喝每一口都敢在喝 濃郁蒜頭精華 感覺好像養成生命 我現在喝那個燒酒雞的湯 加過湯了嗎 還沒 很甜欸 而且完全沒有酒味了 這樣煮20分鐘了吧 已經完全沒有酒味了 但是湯很甜 很濃 我來喝看老公魷魚螺肉蒜 我這輩子第一次吃 魷魚螺肉蒜這道菜 是我老公主給我吃 但因為我老公主的魷魚螺肉蒜 已經趨近於甜糖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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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甜 我沒有加糖 你沒加糖 那你那個甜哪裡來的 魷魚罐頭 魷魚罐頭是甜的 沒有 魷魚罐頭吃加的那種味道 是一模一樣的味道 只是它沒有那麼甜 好像沒有那麼甜比較好喝 它都難喝 魷魚螺肉蒜的味道真的很特別 就是一個醬油香跟螺肉的鮮味 然後它有魷魚的味道 它是一個蠻特別的味道 沒有吃過的人可以試看看 剛剛 突然店家端了一盤松阪豬來 說是招待的 來吃看看這個松阪豬 我這邊買的你幫我算一下好不好 我先來跟你們吃看看這個小羔羊 很Q 羊肉味偏腫 不敢吃羊肉的可能沒有辦法餅 那我覺得突雞腿比較好吃 所以我覺得突雞腿嫩到會輕一點 那小羔羊真的蠻正常的 謝謝 好 我現在來試吃他們的松阪豬 它蒜頭味好重 因為它是在檢修的鍋子裡面煮的 很好吃欸 比那個小羔很好吃 而且它沒有豬肉臭 因為我很討厭豬肉臭 所以我平常會避開豬肉 可是我蠻推薦大家來吃萬克思鍋 就是它是一個 算是在這麼多個人火鍋品牌裡面 我覺得它的湯居然是蠻特別的 就是我覺得它算是一個 你帶人家來人家會覺得 欸 好奇妙喔 怎麼會有這個 那蠻適合聚餐來吃啦 那因為它的價位就是 大概落在一個人大概500塊以下 如果你什麼都不加 就是大概兩三百 然後因為我每次都會多點一點東西 就大概落在400塊左右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適合聚餐的價位 就是推薦給大家囉 好了 下一個下 今天來吃這一間聚餐的餐廳 不是台中特有的餐廳 它是王品集團旗下的響鴨 就是本身是我的愛點 我非常喜歡吃響鴨 因為響鴨的烤鴨就是 是那種北京烤鴨 就是皮是非常酥脆 大家可以拍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而這一間我之前其實也有業配過 我就是因為G&A這業配 我才認識這個品牌 然後才開始愛吃這一間 然後它呢 它終於在2020年底 在台中開幕 所以我立刻 立刻就預約 然後就是約了我的家人好友們 一起來吃響鴨 因為我剛剛就是提早到嘛 然後我就坐在外面等 結果呢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冷 然後我就進來問她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提早半小時 可不可以讓我坐在後衛區 不然外面真的太冷 然後她就說好 沒有問題 然後因為那個後衛區其實離門很近 所以還是有點冷 然後呢 剛剛就有一個女生的店員 那走過來我說 你要不要先換去裡面有一個座位 剛整理好 叫我在這邊等 我就說 欸 可是我們的人還沒到 她說 沒有關係 因為她也覺得那個位子很冷 然後她怕我會冷 你知道那個瞬間我真的是有點想哭 然後 還倒了一杯熱水給我喝 真的太感人了 好啦 那我現在等待他們 我們待會兒叫我來吃想鴨 我再來跟大家講想鴨到底要點什麼 哈利來了 今天送我們家庭聚餐 我講的家人就是包括我妹啊 你啊 你老公啊 我老公啊 然後 簡秋算奴婢 還有弟弟啊 因為想鴨你沒吃過 所以我來點 然後這邊先提醒大家 如果你們要吃想鴨 你們要先打電話預約一隻鴨 因為她的鴨沒預約 你有可能會吃到 而且她前一天有打電話跟我確認說 你有要 因為她說只要下訂了 確定前一天都不能再做促銷 所以就如果你人沒來 她還是要算那個錢的意思 我自己的話 因為她鴨的料理有蠻多 你點鴨的話 她就會有鴨皮鴨肉跟鴨餅 然後還有鴨架會去做它或粥 我自己覺得可以吃蒜蘇鴨架 這個很好吃喔 這個很好吃 三杯子的也很好吃喔 就是三杯跟蒜蘇選一個 然後它再來是這個 冰糖鴨翅很好吃 尤其你是赤控 赤控就是說愛吃雞翅鴨翅 不吃魚翅這樣 酸菜芝麻流沙湯圓非常好吃 它就是湯圓用炸的 然後加酸菜 好妙喔 我老公愛爆 因為就是我老公是酸菜控 對 這個也必吃 焦糖慢烤松阪豬 很多人喜歡 陳釀梅子雞球 這你不行吧 其實我可以 因為它的梅子味不餓 我其實不要吃梅子本人 我還可以 我覺得可以選涼菜三拼 它那三拼都蠻好吃 因為我每次都選這個 然後菜的話 水蓮很好吃 但單純就是 水蓮不管在誰家我都會吃 再一個問你老公 這個好了啦 沒有要問老公的意思 結了婚就是老婆說的三 然後我覺得可以吃山椒酸菜魚 有豆腐飽 有豆腐飽 好那我們可以點餐了 今天會很燙吧 好好吃喔 好吃吧 喔 吃了 幹嘛 嚇到 喔 這就是一般好吃的水蓮 我是說真心話就是好吃的水蓮 但是就是跟一般好吃的水蓮 是一樣的 好了我要開動了 我剛剛認真的在拍菜 我現在要開始吃 先吃這個大家最愛的 而且這個一定要配酸菜吃 我覺得我好像餓好吃 好好吃喔 這個湯圓 味道我真的可以一個人一盤 然後來吃一下雞球 那我發現梅子入菜其實我好像卡 我不要吃梅子本人我就丟過了 安雅下班了 安雅為了今天這個聚餐 吃超清淡吃了一個禮拜 就是為了今天大聚餐 真的很好吃喔 那個蘿蔔糕炸的外酥內軟 而且一定要配大蔥 我跟你說 會變成我的愛店 不是開玩笑的 不是因為我夜配過就一定是愛店 我夜配過有的可能好吃 但還不到超級愛 可是想鴨就是我會吃超過十次的那種 我剛剛經文二號 就是那個焦糖雙板豬沒有 我覺得 好啦沒關係啊 那你們就下次吧 反正想鴨就是一個可以一起吃的 然後加糖果會覺得很奇怪 對對對 這個超好吃的 我的鴨餅真的好薄 你不要生氣 還是想一下可以加價服務 就是幫忙撕鴨餅 好 包了鴨肉 小黃瓜 大蔥 然後我會加一點辣 它是花椒鹽 我跟你講自然都不行 好 把它吃了 我們關了 我剛吃這個超好吃的 碗汁好乾淨 你們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赤控跟赤控老公 因為咖哩真的是專業吃吃人 所有的鳥類注意了 你會吃得好 好像是肥肉是不是 是某種的菜 茄子啦 啊啊啊 蘿蔔的茄子 蘿蔔的茄子 去皮的茄子 它是茄子滿分耶 這道蒜頭超好吃 吃蒜頭的人可以直接吃 這個好好吃喔 OK 我們吃完了 然後如何 聚餐餐廳來說 是不是讚讚讚 滿意 我覺得想要聚餐很可以來 台中的朋友 我覺得台中的朋友 黑打電話預定 你在幹嘛 這是我前小鴨 月底的時候 月底沒去吃 對 這是今天的鴨 預算不足 所以叫了這一隻鴨 對 對 好 謝謝 你是好像神經病喔 好 今天呢 我聚餐要推薦的餐廳 是我很常很常很常 很常吃的一間餐廳 很漂亮 這間宅是 台中有名的網美店 可是我跟你講 我早在 它還沒有紅之前 超爆酒院以前 它其實有一間店叫做 滾 然後它是一間很小的店 可是那間店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在吃 然後那時候也是 Always沒有辦法吃到 因為很容易人很多 那間店一來小紅 二來就是它位置很少 所以它後來就開了這間宅 在以前台中的來來百貨這個舊址 就在這邊之後 它的地就很大 所有朋友來台中玩 如果真的不知道要吃什麼 我就會帶 像上次黃小孩來 我一直帶他來吃這一間 這間其實蠻適的 因為它好吃又好拍 然後因為它現在西門也有啦 台北西門嗎 對 台北西門其實也開 然後新竹好像也有 雖然它現在已經不是什麼 而稀有的台中店 但我就真的很常吃 所以還是推薦給大家 然後我們今天吃飯呢 除了有阿蓋以外 還有 卡丁 維莉 以及周周 還有Kevin 嗨 好 我們要去吃飯了 走吧 簡單來說它的菜單是琳瑯滿目 就多到會頭很痛 真的有點太多 你們自己看 真的很多欸 如果第一次來 然後有選擇恐懼症的人 光看它的菜單 你可以看兩個小時 可以說裝飾會不會收第二輪錢 我先講一下這個 這個表單呢 從他們創業初期就是這樣 你點完餐之後 你可以要加飯加麵什麼 然後飲料什麼的這樣子 重點是他們有一個獎勵金 就是你可以獎勵金給他們的員工 錢會百分之百進到那個員工的手裡 好 我來推薦一下我自己喜歡吃的 我自己最愛吃的 就是它有一個什麼 爆炸蛤蜊 真的是整盤 然後就是像被蛤蜊炸過一樣 就滿滿都是蛤蜊 它有一個蒜味的 而且它名字都超長 長暴傻眼 台灣人情蒜香 清朝酒香爆炸蛤 宅宅麵 這個東西不錯吃 有一個非常紅的是 來橘醬系列 橘醬是什麼 因為我知道粉紅醬 橘醬跟粉紅醬是朋友 只是它這裡的醬出來不像粉醬 比較像橘醬這樣 它的白醬也很好吃 但就是OK好吃的白醬 再來有一個我非常愛的是 巴黎香蟹系列也好吃 微微辣 裡面是各種香料 燉飯的話我會點橘醬或白醬 青醬我個人還好 披薩基本上我覺得都還不錯 那我自己最愛吃的是 麥格 繽紛 莫渣 瑞拉 補餅 因為我不喜歡吃厚的披薩 然後它還有一些甜的 個人超推它的單點的小菜 日式焦糖檸檬照燒炸雞 這個超好吃 好吃到會高吃 我覺得 那你待會吃 你就看你會不會高潮 甜點的部分的話 它有一個珍珠奶茶戚風蛋糕 我蠻愛的 反映也是一個網美的甜點這樣子 然後飲料的部分 冰磚那個什麼 我們戀愛了之紅茶冰磚 它名字都很假掰 還有什麼 英式伯爵茶冰磚 這個我蠻愛 這是牛奶冰磚 然後倒茶進去 好啦你們可以點了 可以說我們這個飲料呢非常的定義 所以我跟你講你這樣子倒完之後呢 你就拜託他收走 不然呢他就是很僵 我個人蠻愛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奶味很重 我不喝伯爵茶本人 因為伯爵茶就是一個清潔劑的味道 可是三泡他碰到牛奶之後 就會像XX跟XX一樣 絕配 就是他們拆開都是不好的東西 就像XX跟XX 要逼太多了 好來了阿乾 我點了兩份高潮炸雞 大家換改名字 來你吃看看會不會高潮 有嗎有高潮嗎 沒有高潮 沒有高潮好OK 可是我覺得不錯 因為他看起來的皮 沒有想到會那麼脆 所以吃下去會有點驚喜 因為你沒有料到他這麼脆 他真的很脆 我沒有辦法用畫面呈現給你們說 這個雞有多脆 SMR 好具體喔 好啦我本人非常愛 橘醬是形容一下是什麼味道 就是奶味然後有點微辣 你試看看 你不介意齁 那這樣咧 橘醬蠻辣的欸 是香辣奶 很好吃欸 不過他辣的蠻好吃的 他辣的很好吃 因為我不是很能吃辣的人 但是你去外面餐廳都要點那種 你的是巴黎香蠅 小辣甚至微辣 我就想說橘醬不會辣 那就是我愛的那個巴黎香蠅 所以巴黎香蠅它不算完全清草 它還是有奶在裡面 它就是有柔和很多種香料的味道 我來吃看看青醬的部分 因為我個人很少吃青醬 你這叫什麼奶青醬 我覺得是小朋友會喜歡的味道 就是國高中生會愛的味道 因為我覺得青醬是一個蠻大人的味道 可是有調味比較好發 因為有些青醬菜濃郁 你吃到後面會很容易 其實還不錯 我的很好吃 我的就是橘醬 是吧我點橘醬吧 我的是橘醬對不對 對啦我的是橘醬 吃看看橘醬 橘醬就是奶奶甜甜酸酸 沒有辣的 沒有辣橘醬完全沒有辣 我們剛剛是記住 蠻辣的嗎 因為它就是番茄加白醬 很辣嗎 我吃看你的 你叫什麼白蘭蒂喔 它有一個後勁 我不要直接輸進去 是不是很驚人 我覺得它辣還好 是溫潤的辣 它不是spicy 它是酒的嗆 辣喉嚨 對 吃完不要騎車喔大家 吃完酒測可能會破掉 應該不過喔 它是主廚打翻的白蘭蒂耶 你說這道菜叫主廚打翻白蘭蒂嗎 我來吃看看如果它要醬沾著麵 因為我們剛剛是直接吃醬 加麵非常剛好 就不會那麼臭 我覺得你那個醬不能單吃 我覺得好像需要再加一點什麼 鹹鹹的東西 像是 起司粉之類的 或是白蘭蒂 威力的那個開松露野蠱椒麻雞 味道比較清淡 吃家人 吃得出生物的味道 吃得出生物的味道 如果它不加椒麻雞 好像可以出家人可以吃耶 主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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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橘醬跟橘烤 跟飯是好朋友 不是范瑋琦跟那個張少涵那一種 貌合生理 我這道是周信跟劉瑋琦 這兩個有所的東西 碰在一起更有所 你那一道可能就是 我這道很嗆耶 那一道是力經 我這道就是 我想要說我跟你跟大姐 好 我會接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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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力對她的椒麻雞 超級不滿意 再來請大家試吃看她的椒麻雞 因為她的椒麻雞不是炸的 它其實是有辣味的烤雞 所以如果想吃炸的椒麻雞 不要點 我覺得它是OK的烤雞 可是它不是椒麻雞 是OK的烤雞 菜單多的餐廳都是這樣 就會有很多東西是safe 或是無聊 或是甚至有點不合胃口 然後有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因為我會推薦人家來這間餐廳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選擇很多 所以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你自己想吃的東西 但如果我自己來 我吃的東西很固定 像你這個我就不會點 我覺得我這個白蘭蒂 是重口味的人真的可以點 那你還會再點她 我不會因為我沒辦法吃那麼辣 我是一個真的不太能吃辣的 那因為是你自己點的 所以你就請你自己吃完 老公我要吃你的龜 魚啊 斷句不要噴在奇怪的地方 因為現在我嘴巴裡面是滿的 這句話也很奇怪 這個是老公的龜 魚 然後上面有一些白白的是白醬 找到老公的鮭魚 塞在我的嘴巴 不會剪掉吧 不會剪掉 哈哈哈哈 大概就這樣 以上就是推薦聚餐餐廳的宅 它在台中現在有好多分店 然後西門新竹好像都有 大家可以吃看看喔 這支推薦聚餐餐廳的影片 這個就結束 歡迎分享更多台中 你覺得適合聚餐餐廳 在下面給我 像下次你們來玩 我覺得還有更多餐廳可以在這裡吃 好啦 掰掰 我會介紹好多次 我們要玩 我們一起玩 我們來玩 我們去玩 我們要玩 我們要玩 這個話 我們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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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